按照以往惯例,春节假期即将结束,有存储年货习惯的中国民众,所存储的年货特别是蔬菜剩余不多。 当前,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还在持续,乌鲁木齐市新鲜蔬菜生产供应是否充足,肉、蛋、奶等生活必需品能否保障? 围绕这些问题,近日中心社记者探访新疆乌鲁木齐市的蔬菜批发市场和超市。 1月30日上午,蔬菜批发商张金才驾驶货车将四吨菊花菜、芹菜、油麦菜等绿叶菜拉进位于乌鲁木齐市城南的林庆批发市场里。 该市场是当地主要蔬菜国品批发市场之一,蔬菜来自乌鲁木齐邻近的火州图鲁番。 张金才告诉记者,图鲁番有冲突的蔬菜,现在越来越多的蔬菜进入乌鲁木齐,市民吃菜请放心。 在张金才的店旁,蔬菜批发商桑和平也将5吨青萝卜、胡萝卜等蔬菜运进批发市场。 他告诉记者,他那里还有库存的500吨胡萝卜、青萝卜、卡麻谷获延充足。 我们大概每天销量在5吨左右,价格还是年前的价格,基本上没多大变化。 供应的就是全市各个蔬菜直销点还有超市。 据了解,林庆批发市场从大年初三开始营业,目前约有170家商户开业。 该市场主营蔬菜批发粮油,所销售的蔬菜可覆盖乌鲁木齐全市。 新一酱原超市是乌鲁木齐一家大型综合超市。 春节前后,该超市积极筹备货员,储备各类商品,尤其是蔬菜、肉类、副食品等,以满足民众购物需求。 在市民王燕业推车的购物车里,有两桶油、两袋米和少许日用品。 他告诉记者,春节期间储备的食物也吃得差不多了,现在到超市再采购一点。 因为我们是两家,我自己家和我父母家,我来一趟就手都买上,是这样子。 一点面和那个油,刚好送过去,不是这几天就不出门吗?也不是囤东西。 因为超市天天都开也很方便。 中西社记者在该超市里看到,在蔬菜区、副食区、百货区等各色商品琳琅满目,供应充足,供民众选购。 超市客服部经理郭志敏告诉记者,过年迄近,新一匠员超市一直营业,满足市民的购物需求。 每天都有新的品种上,然后是保障供应的,价钱这边也是比较平稳的,没有说有太大的涨幅。 基本上都能满足老百姓日常的供需。 有的是食品,有的是下降,有的可能因为这个菜的供应的问题,可能有一点点涨幅,但是涨幅的力度也不是一下涨很多,涨了可能有那么一块钱两块钱这样的。 我们的货价都是满的,我们的保证都是,就是这个供应都是有保障的,我们每个货价都没有空的这个现象,我们的货品还是充足的。 目前,乌鲁木齐市区的加勒福超市、瑞达超市、好家乡等大型超市均正常营业。 做好生鲜食品,包括蔬菜、鲜肉、鸡蛋、牛奶、米面粮油等物资的供应。 记者注意到,无论是在领庆蔬菜国品批发市场,还是七一匠员超市, 配戴口罩、车量进行消毒、体温检测成为民众在公共场所的标配。